SRF电厂的进驻桃园科技园区 引起了观音民众的强烈反弹 那么桃园市长张山正回应 友好国家投资台湾 不能对台湾的环境造成太大的冲击 市府一定会坚守市民的居住环境 捍卫居民的健康 做最严格的把关 桃园市政府3月废止台湾立方 可宁卫和立江三家公司的SRF发电厂 进驻桃园科技工业区许可 但行政命令6月却被经济部撤销 引发地方强烈反弹 立委图全集在立院总质询时 希望中央能够重视民意 听取集成的声音 居然民意这么的反弹 这件事情地方 不管是张山正市长 还是本席 还有当地的议员 甚至心乌观音31个里长 也已经联署 他们说希望我们经济部 能够撤销这个许可 把这个必要条件来消失 让我们 观音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因为他们有讲 他们现在要健康 不要回馈金 桃园市长张山正强调 友好国家来台设厂 一定会严格把关 将市民的居住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离我们观音市区 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一口气摆三个SRF的燃烧场 这个我想在地的居民 非常难接受 我身为市长 有责任捍卫我们桃园市民 观音居民的健康 所以我绝对会做最严格的把关 SRF是固体再生燃料 对环境空气会造成污染 危害健康 毕竟电厂就设在距离观音市区 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对民众冲击大 一定会捍卫居民的健康